大家好,我是财尔锅 今天是星期三 时间过得挺快的,又是星期三了 继续更新这个视频 首先是一个味道的厚干片 这种干片一般是由于这个炎症引起的 你看他的耳壁是非常的红 由于炎心的刺激呢,导致于他的耳壁 又有一些充许 这是一个真正感染 里面有点潮湿 也有可能使他进水 引起的 画面开始的时候呢,在这个边缘卷起来的 有可能是他自己用棉签 想去把它给弄出来 最后把它给掏卷起来 这味道里面越不好处理啊 明显 这个皮呢,有一点的软 非常的脆啊 其实味道的一些问题啊 一般是由于就这么几个原因啊 进水 进水 用这个工具啊 去掏,把它给掏伤了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豆采尔嘛 在外面 一些 地方 消毒啊 光明不过关啊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自身免疫力的问题啊 还有 鼻炎 炎炎感冒 主要是这些原因啊 清醒完的一个构成啊 大家可以看明目的走上方的位置啊 那个位置有一点点异常 但是上面没有东西了 可能是这个炎症引起的 然后刺激这个骨膜变成这个样子 这一点点非常的粘啊 不好挂 后期跟他处理一下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是另外一个人的一侧的外刀 也是外刀的这种干皮 门壳的毛毛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呢 有的人这个外刀 是耳朵啊 不舒服啊 就是容易 感染这些问题啊 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大家平时呢 就是尽量保持干燥咯 不要进水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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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这个外道 它是斜着长的 它不是一个直的进去 有一种爬坡的感觉 非常大的一块 现在处理的地方是骨膜的松弛部的位置 还有一些东西贴在上面 后期的视频很少用吸引器 我感觉我的工具都可以把它给弄出来 这个视频还是比较早了 应该是年初的时候吧 一直存在的没有编辑 因为吸引器用起来耳朵不非常的不舒服 也非常的吵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要去准备上班了 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大约是中午的时候 10点多钟 好咱们下期再见